Saudi, this is Joe 我现在人在7-11 然后我最近发现了这个玩意儿 真的是超级好喝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都不知道 它就是有维他命C 还有胶原蛋白 Collagen 还有运动前喝的 总之它就是一个瓶盖 你就把它插到 你的矿泉水宝特瓶上面 它就变成一杯 很有营养的维他命水 泰国的7-11是便宜又好吃 有很多熟食热食 然后还有这些新鲜的面包 然后这间店很特别 它还有披萨 现烤的披萨 泰国人对流浪猫狗是非常友善 所以7-11有卖很多宠物饲料 而泰国人他们就会来7-11买宠物饲料 去喂路上的流浪猫跟狗 我点了两个披萨 果然是现烤的 看上去起司很多啊 他们7-11的饮料啊 食物啊 是不断推成初心 永远都有新的 啊,我的披萨好了 果然是新鲜现烤现吃啊 还没吃看起来 你就知道非常可口 贴心的帮我切好 我现在其实是要开车去曼谷的路上 只是我在上高速公路前 我都会来7-11买个吃的 或直接在motoway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吃东西 然后我每一周会去曼谷两三天 除了见客户之外 有时候见一些我台湾的朋友或网友 去曼谷除了是释放之外 也是充电 因为曼谷是一个很有活力 很crazy的地方 我每次去都会觉得很有energy 哇,热腾腾的 决定先把它吃完再开车 真的是非常美味 我推荐大家如果在泰国的7-11 你们可以买它的披萨来试一试 OK,开了一个小时 我进到曼谷市区了 从Siracha开到曼谷Downtown 就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然后眼前那个霓虹灯 就是最新的商城 Emisphere 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曼谷 现在一定要来这个商城 走一走吃一吃 然后我到曼谷 我平常都是住Xbox Hotel 可是今天Xbox没有房 所以我决定就换另外一间 我发现它隔壁有一间饭店 我没住过 就住住看 反正我每次来曼谷 我饭店是很随性 我们常常都是进了Downtown 或在高速公路上 才在手机上订饭店 反正泰国的饭店很多 你永远不用担心房间会满 我到了 我这次订的这间是 Aroma New Lux Hotel 我之前没住过 所以今天就来住看看 看它到底如何 这间就真的在Xbox Hotel隔壁 走路只有十步而已 然后我今天是决定住一晚 然后明天再搬到Xbox 然后我都会找有停车位的饭店 因为我要开车 所以这间Aroma New Lux 它有停车位 我眼前的就是Sukun V的31项 Soy 31 这个位置是绝佳 我非常推荐来泰国的朋友 如果你们在曼谷 就住在这一个区域 因为这个区域 我之前有说过 进可攻退可守 现在进来check in一下 这他们的lobby 有个小室外跟小室内 那空气的味道不错 这个他lobby有一个金油的味道 為什麼牆壁上有一隻憋跟蜈蚣 這有什麼意思 兄弟你的女朋友漂亮 漂亮 OK check in 完搭電梯 看看房間怎麼樣 禁止榴槤跟山竹 為什麼要進山竹 SAK告訴我 為什麼這個飯店 他不准你帶山竹 榴槤我可以理解 但山竹 I don't know why 還有這邊飯店 有游泳池跟健身房 也挺好的 只不過住在這裡 有沒有健身房不重要 因為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這附近有個Bungja City Park 那邊有戶外的健身房 這個飯店整理得很好 因為它的空氣中 充滿了一種美式乾燥的地毯味 就不是那種潮味或怪味 或臭味或煙味 沒有 這飯店的空氣非常好 進來瞧一瞧 OK這房間很可以 空間夠 然後它有窗戶 然後窗戶好像還可以打開 然後有個辦公桌 還有個小歇息桌 然後電視下面有很多插頭插座 你也可以接HDMI 可以帶你的筆電外接螢幕這樣 也挺好了 重點是浴室 哇它浴室還有浴缸 OK愛泡澡的人 來住間飯店就 對啦 然後它有一個小桌子 窗戶外的巷子就是精彩的33項 我喜歡這個桌子和小沙發 很適合電腦在這裡辦公 坐起來很舒服 好啦東西放好出門 一出來這個就是31項 Soy31 然後左前方這個橘色呢 那就是XBOXHOTEL XBOXHOTEL 呵呵呵 OK所以我明天會搬過來 那我現在要走去 S31 S31飯店吃個BUFFET 因為我剛我家那位很厲害 他就在網路上不知道用什麼APP找 找到就是S31現在午餐的BUFFET 有特價 一個人只要400泰銖 所以我就把我台灣的朋友就約在這邊 我們在這邊用餐見面 然後這個就是S31HOTEL 他也有停車場 然後他一個晚上的價錢 差不多2500泰銖吧 然後其實這間S31HOTEL 跟SBOXHOTEL 他們是同一個集團的 只是一個走高階 一個走平價版 6樓的SCAFE 就是他們的用餐區 那其實在S31用餐非常舒服啊 因為他這裡面的採光跟view都不錯 然後service也很好 重點是這個座位非常的寬敞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 如果你住在這個飯店 你用早餐 或者你跟朋友在這邊享用午餐啊 你們的溝通情緒會非常的chill 你們可以看到採光非常好 然後看起來搞不好今天午餐是被我們包場了 不過泰國的服務業就這樣 即使今天中午只有我們三個人 他們還是會service到100% 這裡可以看到我住的Neo Lux Hotel 你看他屋頂這邊有游泳池 泰國的飯店很厲害 雖然他們有些歷史很久 比較老舊 但是他們會renew 重點是他們飯店裡的空氣氣味都會非常好 然後Neo Lux隔壁就是Xbox 你看到這一格一格的就像個box 就是Xbox Hotel 我只給大家看我平常會住的飯店 這個是Lotus Hotel 然後這一個是Xbox Hotel 然後這是我這次住的Neo Lux Hotel 然後前面這邊就是Emsphere商城 所以這裡的location實在太好了 OK 先來杯咖啡吧 因為還沒到12點 所以飯店還在擺設 不過我們可以先來看看 這個小小的buffet有什麼吧 哦 這邊有螺肉啊 蝦子生蠔 OK 然後這邊是甜點 然後這是熟食區 我就不一一打開給大家看了 這樣太麻煩了 然後麵包 然後這是什麼小壽司 然後這個是水果 這個水果很夠了 對 有火龍果啊 鳳梨西瓜 然後這邊就是沙拉 愛吃沙拉的人 OK 然後左邊這邊還有麵食區 只是現在還沒擺好 然後這個呢 就是泰國東北的 所謂的沙拉 Emsphere商店是沙拉 那都是水族 然後他們會幫你搗拌 這是Yakidori 燒烤雞 然後這裡還有燒賣跟叉燒包 我個人吃buffet的順序 都是先水果 然後再吃沙拉 然後再熟食 每個人的習慣都不一樣 這是Infused Water Infused Water 就是很多植物水果在裡面 然後這就是沙拉區 冷盤 這個華人一般吃不太慣 但是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反正吃自然的東西多健康嘛 OK 這邊有起司火腿 這就是我可愛的沙拉 每次最少要吃兩盤 然後今天你可以看現場 果然是被我們包場了 這裡的位置都非常的舒服啊 所以在那邊用餐非常的自在 Yummy yummy 這我的熟食 然後這邊還有他們的湯麵 這碗是湯麵 然後還有他們的Canon 就是甜點 這個甜點就是椰子香蕉 非常好吃 OK吃飽飽也跟我台灣朋友聊完天 我現在要去見客戶了 我們約在Inquartia裡面的咖啡廳 那我們現在就從31巷走到Inquartia 走路也才5分鐘 然後途中你會經過很多葉子店 像左邊這間就很舒服啊 這間 The Pansory Pansory這間 What the hell is it 這啥 OK先聊到這 大家下午好 下午晚安 Love We love Tyler Bye Pansory